大家好,我是阿剑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很多朋友在家煎鱼的时候 不是粘锅,就是破皮 今天分享一个煎鱼不粘锅 不破皮的小技巧 学会以后 烧出来的鱼既完整又漂亮 接下来就一起跟着我的视频来看看 是怎样制作的吧 今天是星期天 孩子们都在家 这是我花15元钱 买了一条鞭鱼 老板娘已经帮我处理干净了 买回家以后 我们一定要将鱼肚子里面的黑膜 和刺骨血 给它刮洗干净 我们用剪刀 先将鱼鳍和鱼尾 给它修剪一下 这样做出来的鱼 才会漂亮 再用刀斜刀45度 给它打上一次花刀 也不需要打得太深 这一步的话 使鱼方便入味 打好一面 我们再给它翻过来 打另一面 同样在鱼背上 给它打上一次花刀 处理好之后 给它放到鱼盘子里面 在鱼背上撒上点食盐 鱼肚子里面 也给它撒点食盐 再用手 给它涂抹均匀 准备一头生姜 给它切薄片 一小把葱 切成小段 切好 给它放入碗中 往里面加点开水 然后用擀面杖 给它擂出葱姜汁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 然后将它倒入鱼身上 然后给它翻过来 再把葱和姜 给它涂抹一遍 涂抹好以后 把姜和葱 给它塞到鱼肚子里面 腌制 二十分钟 准备一大块生姜 先给它拍一下 然后给它改刀 切成颗粒状 蒜子也不需要切 稍微给它拍一下 切好 给它放入小碗中 一根大葱 给它切成小段 切好和姜和姜蒜放一起 接下来我们调个鱼的料汁 加入料酒 半勺生抽 半勺陈醋 一勺白糖 一勺老抽上色 再下入一个八角 来点花椒油 没有花椒油的朋友 咱们也可以换点花椒 再往里面加入一碗清水 然后给它搅匀化开 像这样 我们一个烧鱼的料汁 就调好了 先给它放一旁备用 这时候的鱼也腌好了 我们把葱和姜 给它取出来 接着我们往鱼身上 撒上薄薄的一层面粉 这也是煎鱼 不粘锅 不破皮的小技巧 也不需要太多 像我这样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 准备一个铁锅 将锅烧至微微冒烟 然后下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 给它滑动一下锅 这样锅气足 煎出来的鱼 也不易粘锅 烧至微微冒烟 然后给它倒出 再次加入食用油 要想煎出来的鱼尾不断 我们先将鱼尾 给它下入锅中 给它煎个30秒 将它煎至定型 然后再把鱼 然后再把鱼给它下入锅中 下入以后 我们不要着急翻动 给它滑动一下锅 把鱼头也给它煎熟 我们全程用中小火 大概给它煎2-3分钟左右 煎至鱼像这样 扔在锅里面自由的滑形 证明鱼面已经煎好了 然后我们用铲子给它翻过来 煎另一面 用同样的方法 给它煎至另一面 同样煎至鱼在锅里面 自己都滑形 证明两面都煎好了 我们给它翻过来看一下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这时候我们把锅里面 多余的油给它倒出来 这样做出来就不会油腻 然后把调好的料汁 给倒入锅中 这样煮开以后 鱼的底部垫上两个蒜子 这样的话烧出来不易粘锅 再扣上盖子 给它煮两分钟 两分钟以后 我们开盖 然后用勺子 把鱼的料汁 给它淋在鱼身上 使鱼充分的入味 再继续扣上盖子 转中小火 炖煮八分钟 中复的话 我们也可以打开盖子 用勺子 将料汁淋在鱼身上 这个过程 反复三四次就可以 时间到 我们打开盖子 哇 好香啊 然后转大火 给它收下汤汁 最后再加点水淀粉 使汤汁 更加的粘稠 一道非常美味的红烧鱼 就制作完成了 哇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颜色红亮 鱼肉也炖的软烂 我们将火关掉 出锅装盘 即可开吃 这样烧出来的鱼 造型完整 又漂亮 而且用我这个方法 煎出来的鱼 不破皮 不粘锅 吃起来 入味鲜香 最后再撒上点葱花 给它点缀一下 美味继成 你要是学会以后 逢年过节 给家人弄上一手 保证全家都夸你是大厨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 晒太阳